更加的严厉的 有它有更高的要求 没错 看一下首图 麦杰这边是直接选择到让车 而且让了两手 是啊 两手车 看一下官人起步 算先杀得出去 这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所以说刚才逆行第一个弯道 那个探气是怎么挤码的 是怎么能挤码不砍那家气的呢 难道是提前卡了一下 对 但是感觉官人 今天也是格外的凶 小票延续上 看一下双方的距离 目前还是比较大 YJ昨天在面对到牛的时候 我们给他出的招 是起步一定要做好文章 今天面对到官人 对于YJ来说也是一样 但是这场比赛的话 由于赛车的差异 起步就没有办法占据优势 对 但是用一手青红也可以的 青红其他图又找不出来 对 CW以后看一下目前的距离 还会出现一些少失误 对 宝宇拉过来 连续 连上 这些选手啊 就是能做的细节 基本都是做死的 像我们看中国大陆选手 在连续的空门路地盆 延续以后 都是直接采取甩尾CWW CWW 对 但是我们看中国 港澳大际海外赛区的选手 就特别喜欢用CWW 他们愿意做每一个细节 虽然数据高吧 但这一点确实是钦佩 值得学习啊 那已经来到比赛后半段 最后一个CW拉完以后 再结一个进阶式 没错 期待一下成绩 1分20秒20 2020年 这个已经接近尾声的情况下 在首途 还打破一个2020的记录 但我觉得从 赛部战士就站到麦凯伦 赛车上有非常大的劣势 下来起步 起步 外接穿线冲穿 哎 哎 瞬接拉近距离了 对了 刚才感觉是没有触喷吗 不好判断呀 但只不过说 对于麦凯伦的起步优势 绝对不止这么大 对 因为长直到以后 直接拉进去的 看里面拍被落地以后 看一下双方的压车情况 不然压得更好 麦凯伦不好压 对 步骤太快了 这个是特样的原因 对 麦凯伦真的不好压 来看一下 这也连续的淡前远 落地点 各位人还是先刺激而动 不着急 才第一圈可以先跟着 对 还要进到 继续过来 等YJ前巴赫弹器用完以后 我觉得官员的后追 会更凶猛一些 对 这个来到第二圈 插波弹器已经用完了 对 这个弯又有点 超过有点肥 但是距离还是没有拉近 然后这边快出完以后的 一个路线选择 是的 前面YJ稍微歪了一些 看一下官员这边落地 也就是采取CWW 压车点 官员在第一圈更胜一筹 第二圈直接想要卡位 看这边一个内卡外 直接从内道反超 诶 脱飘了 YJ又反超回来 也不好说呀 落地点以后 对于官员来说 是更好的机会 对 有卡位的优势 嗯 而且YJ落地点 还是稍微歪了一些 最后一个弯道 官员有机会吗 卡内线 直接卡位成功 但是没有踩上 轻轻加速带 这 反转 这 对 秒多一点 为什么我失误的经验 如此丰富呢 好扎铁呀 这句话说的 看一下 做极限但是失误了 YJ可能听我们刚才的解说了 没错 这也是我刚才想说的 其实有时候做极限 在前面车速比较慢的情况下 也会有到损失吗 就起步跌跌撞撞 自己卡自己呀 那看呀 让官员出来的话 那后续基本上 是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 这不得不说 这个节奏是真的好 这节奏是真的好 这节奏拉过来 对 就这个 稍微磕了一下 如果没磕一下 上轻加速带 然后顺侧 双插断弹 节奏拉满 因为 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官员队 张无福的熟练度 真的是非常高了 是 但是 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这一局打破记录 是不可能的 前面 在我们没看见的点 应该也是有一些 对人失误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点到这儿 就一个小失误 如果一个星鸭带没踩上 不足以骂这么多 看一下来到后半段室内 那这把如果后面几件一些 跑一个34还是可以 全进阶过来 现在先去小飘 再来一个惯性的点飘 没有任何问题 侧身小喷 没处小喷 对我快转 然后再接一个暴力 小飞 其实很少看到 全部的视角 看官员跑步马 看成绩 1分33秒40 34秒40 34秒40 就是从那个1分03秒 那个点正常如果下的话 这刚好33 心态上的波动 会造成你的一些判断失误 莫高峰 看一下起步 突然来到云跑位 但是对于YG来说 我印象当中他的落地点 会使用一个快度出弯 这个技巧是特别极限的 只不过说一两个技巧 也不足以弥补自己的稳定性 对看一下 经过了前半段的车身位以后 是拉开比较大的距离啊 是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 但自己的压车 是小细节上的处理会比较大 快速出弯 对吧 你看他一直在点刹车控制嘛 推得退 反射出来快速出弯 能稳住还是有后追的机会的 这个就要看前面官员 给不给机会了 一直在控车 这边进阶没进出来 这边双叉弹射 双叉弹射很极限 但是压车很难压 压车太狠了 因为前面速度 其实就压得比较狠 后面就很难控制 所以说正常情况下 应该弹射WCW 对吧 或者你直接小飘 留一个CW单盆 快速出弯 然后呢 在飘起来以后 你再点第二个小盆 这样的话就压车更容易一些 CWW的压车速度太快了 来到后半段 看一下官员的操作 这边弹射 快去弯滚 看一下这一局充现时间吧 看来最后的两个弯道 又来了又来了 又来了 一关人又来了 一分32秒98 一分32秒 哇 这无丑 无ECU 在场上直接来了个32 而且是D7跑出来的 对 我是劳斯艾斯 你真的有自信呢 其实莫高呼 30秒21真不慢 我觉得他就是来挑战的 对 挑战权威 没错 官人岛 好 看下七步 这边来一个段位CWW 会合以后是YJ更快一些 办了半个车身位 这边被挡到了一下 外漂飞以后落地看情况 没有车飘 这里通过 这个 这个更好 但是要点票一下 对是为了卡位 所以说影响了自己的路线 大家应该在提前那边点票 这边外卡内 但是官人也被连带 对 两名选手都出现了贴死的操作 但YJ复回更快 只不过官人在前置位 所以说调整起来 更加的随身右手 是 这边进到飞跃的话 也顺利通过 来到第二圈 看一下YJ的路线 是 这边再卡一下气 这个联系卡了好几下 对 这个玩意又飘早了 对 只出了一个CW单分 这边延续 再来一个细节的操作 很细节 细节完了以后 就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对 再一再二是吧 对 再三再四就很难了 那官人要来到原跑位 但是 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 这边调整完以后 看一下许多拉近距离 最后一个飞跃 非常的关键 就感觉这张图 搬着搬着 官人不会跑的 对 是你们老班我就白练了可能 最后还是跌跌撞撞奔向终点 恭喜官人拿到了本轮的局点 4比 来到赛点 3秒 看状态了 是 这边暂期延续以后 对于YJ来说 现在落后的距离 哎呦 这个YJ快速出完点的是真的快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快速出完点的是 是要比官人快一个节奏的 我们来观察落地点啊 你看 YJ这个顿挫感 记住了啊 出弯出的是很快 是 一会儿如果我们看到官人的视角 我们再来看一下官人的快速出完 这种感觉 只会卡顿一下 这边 放单气放出来了 过来单简讯再叠一个最大大V 落地再来 哇 这个快速出完 而且路线也贴得非常死啊 真的完美 这边前面官人刮车了一下 但是紧接的船尾YJ也上墙了 还是那个问题 调整僵硬 对 太过于急躁了 这虽然说没有给我们看官人的快速出完视角 但是大家可以从每一个落地快速出弯的细节 就能够看出来 这确实是快 这边还有一个机会 这边放了单气也过来 这边是顿一下是吧 刮蹭了一下 最后一个甩尾 看一下双方速度 单气也确谁用的好 官人再刮蹭一下 YJ顺利充现 这个极限的返潮 官人也笑了 那举点来看一下起步 在这两样车的对抗当中呢 可以说秦内诺稍战优势 看一下起步 这边进到 通过一个暴力通过 WCW9 再做后追 这边在起跳之前卡气 能够起到一定的压车效果 对 如果担心飞得过高 延不上的话 可以采取这样操作 这边进阶又进早一点 刹车拉回来 在刹车拉开定的距离 过来淡前续 再加一个甩尾CW 看一下这边在小飘 来到了荷华池飞夜点 第一跳 对 听内诺这个车跳起来很舒服 居然说 事业效果看上去笨重啊 然后第二圈 这边卡下去淡前训言上 我得叠个CW 这边再来一个暴力 不然这边通过的情况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一局 跑得相当的顺啊 也是 起跳之前卡气压车 然后落地以后 再来一个点票 这里轻点一下就可以了 行无者跑的话 就算有对抗的机会 我觉得在对抗性上 也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来到后半段 看一下这个距离 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这两个测证小分啊 就这个测证小分 很有说法的 选手们大多使用的 都是牵引测证小分 对 准备通过一分30秒 对 这个记录是麦凯伦打破的 对 第一大轮打完 恭喜一关人先拿到 自己的第一大分 在这两个弯道测证小分 用的都是牵引测证 牵引测证就是 先按住一个方向键 先按住同方向键 然后轻滑一下就可以了 对 对 对